中元节当天,鬼门大开 如果你在当天捡到钱 千万不要往口袋装 因为那很有可能就是烧给死人的纸钱 欢迎收看豆芽神志 卖命前,阮红红姐妹和爷的豆芽 被火龙焚烧后,便在爷没来上过学 自难以后,爷为了我的安全 天天接送我上下学 那天,是我见爷爷的最后一面 因为中元节,我们提前放学 可爷竟然没来接我 因为心急,便准备自己回家 因为我是正月阴历十三出生 加上身子骨肉 也给我留了长生鞭,取名李长生 那天放学,我内心忐忑不安 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路过红绿灯时,我像往常一样正常走着 突然,一个人硬猛地朝我撞来 我猝不及防,直接摔倒在地 那人有些驼背,手插裤带 装了人也不见停留 很快便不见了踪路 正当我准备起身怒骂时,却惊喜地发现 地上有一个折成三角形的纸钞 急忙捡起,查看一番 那时,我还是个实惊不媚的小孩 也不管那人撞我在先 急忙呼喊,正在这时 绿灯亮起,一个暴躁的出租车司机 险些将我撞倒 马里地闪出人行道,四处张网 那人的身影早就不见了踪影 我拿着钱,心生疑惑 打开那小三角,惊喜地发现 里面竟然还包着好几张大额钞票 粗略一数,一共九块四 这对当时的我来说 可是一笔巨款,足够让我抽好多次水浒卡 就在我得以往行事 手中钞票突然传来一股热量 摊开手掌一看,手心不知什么时候 竟被印上了一个股钱印记 呼了一声,那枚铜钱忠心生气阵阵黑烟 我下意识甩开,可黑烟越来越多 望着这奇怪印记 也没多想,附下身子 捡起了钓楼钞票 爷爷说这捡来的钱,不是什么好钱 一定要及时花掉,才能不沾染霉月 九块四,足够买九袋小浣熊方便命 二麻子这也有小浣熊方便命 喜欢的可以点击左下角小黄车购买 高兴地拿着钱跑出糊涂 把那冒着黑气的股钱印 望得一干二净,来到小卖部 买了几袋新新念的小浣熊 因为兴奋,完全没有注意到 不远处一个诡异的红衣老太太 正死盯着我